福建海警局持续在夏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 据台湾媒体报道 今天上午 三艘大陆海警船在金门周边海域直勤 其中一艘以顺时针方向绕行 另外两艘则以逆时针方向绕行 据台媒报道 19号下午 一艘载有23名台湾乘客的金门邮轮 行经金门县大二胆海域五通水道附近时 遇上福建海警局登船林检 船上台湾领队表示 林检没有惊扰到游客 但台当局海洋事务主管部门却以大陆海警此举不符合所谓国际惯例为由 要求台方船只若再遇此状况 要不停船拒检 对此 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把责任全部甩锅给台湾民众 唯恐海面不乱 有台湾网友就表示 请台交通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去带头示范拒检 一有事就躲在民众背后耍嘴皮 要民众自求多福 我觉得这就显示出他们是不是露出马脚 他们是不是想让我们的老百姓 我们的渔船 或者说我们的观光船当炮灰 来引发两岸的争执 那从中获取政治利益 哪有这样建议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离谱的建议 这个简直是既无知事又不负责任 而且是一种摆明就要冲撞的 叫老百姓去冲撞 民进党这样做就是他希望继续对立下去更好 那最好因为这一次的事件能够激起台湾民众的反感 那反正对民进党来说 金马是可歌可泣的地方 无所谓 丢掉就算 丢掉更好 可是我就一直觉得想法怎么会如此天真 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20号称 针对大陆海警船巡航 台军不会主动介入 否则会引发冲突升级 有岛内网友对此调侃道 你敢介入吗 我笑你不敢 还有网友嘲讽称 台湾当局有三不原则 不回应 不解决 不公布事情真相 唯一会做的就是把难题丢给民众